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困难挑战增大的背景下 要更加突出向改革要动力 更加突出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 更加突出市场化改革方向 会议听取了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实施方案起草情况的汇报 蓝少民指出 要适应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需要 强化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监管 要适应医疗卫生行业发展趋势 建立健全综合监管协调机制 要适应信息技术发展趋势 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与医疗卫生监管深度融合 会议听取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方案 和苏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工作责任清单起草情况的汇报 蓝少民强调 要坚持问题导向 既要积极支持地摊经济发展 也要严控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要坚持全链条监管 切实提高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能力和食品全链条质量保障水平 要坚持党政同责 不断完善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会议听取了我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机制改革专项督查情况的通报 蓝少民强调 要瞄准既定目标 全力推进 对标兄弟城市紧盯推进 突破瓶颈制约精准推进 相关部门要拿出管用的办法 各地要抓好创新落实 围绕下一阶段改革工作 蓝少民指出 要具力实现年度改革目标不偏移 要紧盯进度抓落实 确保按照时续进度完成目标 要抢抓机遇抓落实 加快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要敢于创造抓落实 及时推出更多务实创新的改革举措 蓝少民强调 要发力补齐改革短板不松进 在公共卫生领域 要加快构建与苏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 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相适应 关键时刻能够有力支持国家和省应急需要的公共卫生体系 在社会治理方面 要探索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化公共服务新模式 在营商环境方面 要更加坚定落实营商环境政策3.0版 不断推动政策动态更新 优化升级 蓝少民指出 要着力增创改革优势不懈怠 要打造区域发展增长级 围绕生无医药 人工智能等先导产业发展 积极争取推进首创性改革 大力支持无将加快融入一体化示范区建设 要拥抱数字经济新浪潮 放大苏州区块链产业和数字货币试点的改革效应 要征创改革开放新平台 集聚资源 集中力量 集成政策 抓紧推进中国苏州新时代对外开放示范区征创工作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成员 市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今天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蓝少敏赴市商务局调研 强调 要更好地发挥大商务作用 牢牢稳住外贸基本盘 推进招商引资 持续取得新突破 不断增强消费 拉动力 推动商务工作成势而上 干出新业绩 调研会上 听取了全市商务工作情况的汇报 蓝少敏对市商务局取得的工作成绩继续充分肯定 他指出 商务工作很给力 打硬仗打得很出色 无论是今年开放再出发开局 还是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商务局的同志展现出了有追求 有目标 有努力 有付出的经济神 商务工作很重要 抓重点就要抓出彩 作为全市重要部门 商务局应该成为挑重担的部门 经受考验的部门 干部锻炼成长的部门 要发挥大商务作用 全力以赴 促开放 扩内需 抢产业 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 抓落实还要加把劲 当前苏州面临着中美经贸摩擦之危 疫情冲击之危 产业结构之危 产业链安全之危 消费滑坡之危 城市能及之危 苏州的发展要预心机 开新局 商务部门分量很重 任务很重 担子很重 就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商务工作 蓝少明指出 对苏州来说 稳就业保民生的关键在于牢牢稳住外贸基本盘 增订单就是稳外贸 稳外贸就是保就业 保就业才能保民生 一方面 要紧盯中央政策最新动态 及时根据市场主体需求升级政策补丁 另一方面 要抓住进博会 广交会等一系列平台窗口 优先考虑在日韩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加强经贸合作 完善数字贸易平台 蓝少明强调 对苏州来说 实现逆势增长的关键在于招商引资 持续取得新突破 不仅投资总量要创天量 投资结构也要持续优化 要永不断线抓招商 用好开放创新合作这里图 要优化力量抓招商 积极开展委托招商 以商招商 组织灵活多样的招商活动 要优化载体抓招商 要向上争取和对其国家几经该区相关政策 最大限度拿到政策红包 蓝少明指出 对苏州来说 增强消费拉动力的关键在于 抢抓政策风口 创新政策举措 要把满足国内需求 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拿出针对性举措 支持指导外贸企业 开辟国内市场 要把握未来新的消费场景 深化高速八点半工作方案 通过提供更多的优质供给 拉动消费增长 来让敏强调 商务部门的干部 要勇于创新 担当 作为 多做研究性的工作 探索性的工作 开创性的工作 敏锐思考实践中 遇到的问题 用世界眼光对标工作 提升工作 要着力做好 争创中国苏州新时代 对外开放示范区相关工作 推动更深层次 更广范围的多边合作 要深入研究海南自由贸易港 和上海自贸区 临港芯片区的开放政策 提升苏州开放水平 要重点关注 苏州自贸片区 联动创新工作 将自贸区效应 更多复制推广到 全市各开发区 要进一步提升开放创新 合作热力图的实际效果 形成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 线上线下24小时 全天候创新招商合作机制 要更大力度 推动服务贸易发展 提升跨境电商业务总量 要持续研究 精准判断 科学实测 力生在复杂形势下 在稳外贸 稳外资方面 有更多创新手段 要持续推进开发区 开放创新发展 争取在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 加强研究 实现更大突破 市委常委 秘书长于信南参加调研 昨天 苏州召开孤苏八点半 和消费复苏工作调度会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蓝少敏强调 要深入贯彻 中央和省各项角色部署 进一步将孤苏八点半 打造成为 更具爆发力 创新力的夜间经济品牌 不断促进消费回补和经济复苏 提升区域发展的 长久竞争力 会议听取了近期以来 全市夜经济工作 和消费复苏情况的汇报 围绕下一步工作 进行了深入研究讨论 孤苏八点半活动 4月26号启动以来 线上线下互动 孤苏苏州联动 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主题活动 和特色项目 预计可拉动消费20亿元 其中 灌钱商贸区客流 接近500万人次 环比上涨41% 苏州经理好运等你活动 参与商家近2万家 创新推出无理由退货服务 参与商家突破1万家 下一步 苏州将继续完善 夜间经济发展 长效机制 孤苏八点半 书新夜相办第二届活动 将以仲夏夜魔方为主题 打造孤苏八点半总入口 持续加强品牌限手 蓝少敏对孤苏八点半活动 启动以来取得的成效 给予充分肯定 他指出 抓好孤苏八点半工作 不仅是在抓眼前经济复苏 更是在立足长远 谋划苏州扩内需 拉消费 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 长久竞争力和活力 在肯定长期的同时 蓝少敏指出 我们还要看到目前 孤苏八点半工作推进中 存在的问题 要下更大功夫 向纵人推进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 蓝少敏要求 要把消费信心提得更足 要在打造消费热点上 主动作为 依托苏州特有的人文景观 借助网红大咖 短视频平台等再提 抖出一批网红景点 打造一批地标性集聚区 为游客提供更有个性 更为丰富的旅游项目 要在深挖消费潜力上 擅抓机遇 要结合 高速八点半项目品牌 在坚持柔性监管 审慎监管的前提下 支持各地 开展电外涉滩 和集中夜市试点 进一步推动地摊经济 向常态化 规范化发展 让苏州的烟火器更足 人情味更浓 蓝少敏强调 要把政策措施 落得更细 要让消费激励计划 更刺激 苏州仅理好运等一等 消费激励措施 要最大程度落实到位 激发出更深层次的 消费潜能 适时调整 大礼包的发放时间 和频次 持续刺激各层次 游客市民的购物欲望 要让智慧旅游交通 更便捷 为游客夜间旅游出行 提供便捷服务 要让无理由退货体验 更贴心 让顾客在苏州 能够随时随地 享受到无忧购物体验 蓝少民指出 要把夜经济品牌 打得更响 要让产品项目最特色 清新策划 古作八点半 第二季品牌项目 要让消费环境最初心 不断提高 夜间消费便利度和活跃度 要让品牌营销最专业 不断点燃 夜经济品牌的热度和活力 市领导黄爱军 吴庆文 于信南 金杰 杨志平 王阳 胡志斌 各市区和市有关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6月1号已正式施行 今天市委副书记市长 李亚平率队开展专题调研 强调要切实把条例各项规定 宣传好 贯彻好 执行好 全面抓好垃圾分类工作 改善人居环境 提升城市品位 促进绿色发展 李亚平一行 首先来到 郭苏区大建绿化废弃物 综合处置中心 详细查看破碎机 弹调分选筛等设备的运行情况 该处置中心 涉及日处理大建垃圾50吨 在杏锈桥生活垃圾环卫转运中心 李亚平走进调度中心和中共市 详细了解生活垃圾的收除转运情况 该中心采用一层卸料 负一层垃圾压缩转运模式 确保垃圾 废水 废气等污染源 不宜出站外 随后 李亚平来到 苏州市垃圾分类宣教体验中心 参观体验垃圾分类政策 环保教育和互动教学等展厅 在密度里小区 李亚平来到 按照三定义都模式建成的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点 和志愿者小区居民亲切交流 详细了解小区垃圾分类工作 开展情况 据了解 截至5月31号 全市建成三定义都小区 1161个 占比24.7% 到今年年底 全市计划完成 三定义都小区 4187个 覆盖率约89% 李亚平指出 垃圾分类工作 是一项长期的 新聚的系统工程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 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针对难点精准失策 时而不息 将垃圾分类工作 抓实抓好 李亚平要求 突出重点关键 气势做好 三定义都 这项生活垃圾分类的源头工作 加强宣传引导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完善设施配备 高质量推进 垃圾分类终端设施建设 严格规范执法 加大惩处力度 加强考核监督 推动任务完成 市委常委 姑苏区委书记黄爱军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国芳 市政府秘书长周伟参加调研 作为市区两级政府实施项目 吴中博物馆经过三年多的建设 目前已经完成了内装 距离正式开放又进了一步 今天我们的记者到现场进行探访 提前感受吴中博物馆的建筑之美 备受关注的吴中博物馆 就坐落在澹台湖景区 从这个角度望过去 古老的宝带桥就横落在澹台湖水面上 而从昆中府看 整个博物馆的整体平面构成 就像一方吴中地方文化之印 镶嵌在这一片江南山水之中 从湖畔远眺 错落有致的灰白色墙体 简洁雅致 彰显苏式味道 脉尾包裹的玻璃木墙 玲珑剔透 如同吴门画家笔下的山石 主体建筑分为地上三层 地下一层 以地方传统合院为基本单元 又将这些单元通过中庭 院落及开放空间相互串联 而设计的灵感 正是来自于苏州的街巷和院落 我们在苏州街巷上看到的 很多的一个单元 一个单元的那些院落 它的外围都是一些墙体组成的 我们也就是把这样的一种尺度 跟这样的一些院落空间 渗透在我们这个建筑里面 营造一种更贴切 当地特点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走进馆内 偌大的中庭步入眼帘 围绕中庭六个展厅上下分布 顺着台阶设计而上 视线豁然开朗 参观者在这里既能欣赏潭湖美景 也能品味无地文化 进来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窄的一个小桥 那么经过水面进来 阳光它会射下来 营造了一个非常柔和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展厅与展厅之间 它是由窄院相连的 那你也可以在展览之间 体验到你在苏州园林 或者你在街巷园 同样能够体验到那种东西 一层和二层是开放区域 主要配置了两个特展厅 四个长设展厅 一个教育中心 接下来就是文物的进场和步转阶段 湖中博物馆于2017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 将力称在6月底开馆市运营 9月底前正式对外开放 近年来 苏州不断加大投入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布局 逐立打造博物馆城 目前全市共有已开放博物馆89家 今天我是召开全市文化旅游行业安全生产 即文物安全工作会议 重点研究文物保护和安全工作 副市长王阳出席会议 王阳指出 要深入开展文物保护单位 博物馆等场所安全大检查工作 在加大文物保护力度的基础上 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 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 事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 转入常态化 旅游市场将有可能进一步放开 各地各部门 要进一步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更加扎实有力有效的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标本监制消除事故隐患 最近地摊经济成为了大家 热议的话题之一 那么如何让人间烟火器 和城市洁净美和谐共生呢 苏州用包容审慎监管 努力打好这道课题 上午在彩香伊村小区入口处 几位来自东西山的果农 正在售卖自家采摘的水果 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居民购买 这是顾苏区城管部门 近期设置的一个农特产品 临时销售点 日前顾苏区城管部门 设置了第一批19处临时销售点 所有销售点统一规划经营 统一停棚为党 统一分类编号 统一垃圾收集 选择生意比较好的位置 然后又不影响居民生活 不影响交通的地方 主要是实现农民征收 然后市民需求和市容管理的 三方供应 体现城市管理的温度 来 螺丝好了 在苏州高新区诗山横堂街道 每天晚上八点后 周边企业刚下班的工作人员 都会陆续来到急速区旁的大排档进行消费 大家围聚在一起 吃着各类小吃聊着家乡话 今年虽然说受疫情影响 但是我们现在一天还是有几百块钱的收入 随着我们苏州大力发展这个业经济 我们五六月份的三亿明显有好转 据了解 这里的经营户以前大多是周边的流动摊贩 通过设置这样的集中大排档经营点 吸引了八十多名摊主设摊 服务周边三万多务工人员 一个摊位的背后 支撑的是一个家庭 通过这样赌书结合的模式 来引导原本的路边摊 实现规范经营 这样我们既擦亮了城市面子 同时又助劳了民生的李子 事实上 早在今年四月 市城管部门就出台了 精细化管理十项提升举措 其中明确开展夜间特定时段 电外涉滩和集中夜市试点 截至目前 全市批准集中夜市27处 夜间临时站到摊点3869个 目前苏州正在积极研究 针对全市的实质性举措 后续很快会推出 进一步总结梳理 顾书八点半推出以来所取得的经验 以及其他兄弟城市好的做法 推出苏州特色的系列举措 更好的统筹放育管的关系 让人间烟火器 人情味和城市洁净美和谐共存 为切实发挥保险机构 参与风险评估管控 和事故预防的作用 苏州在省内创新打造了 微化企业安泽险新模式 下午苏州星夜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与保险公司签署 新一年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单 与以往不同 新保单生效后 保险公司除了负责理赔外 还会联合事故预防技术服务机构 为投保企业提供针对性 专业化的风险防控和技术服务 在首次服务中 安全专家就提出了一些整改意见 我们那个蒸汽管线 它这个地方要做一个 就是防护跟标识 防止人员被烫伤 消防设施他们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 应急开关呢 最好要加一个防护罩 记者了解到 保险机构应当将当年 保费收入总额的30%至50% 作为事故预防专项资金 专门用于投保企业的 事故预防技术服务 同时苏州还着力完善 保险与风险挂钩的 基准指导费率 这个企业 它的安全管理体系运行良好 那么在费率上 可以下伏10%到30% 如果这个企业受到了事前处罚 那么最高它的费率会上升30% 假如说这个企业发生了事故 那么最高可以上伏100% 市应急管理局表示 将用一年左右时间把这种 由企业保险机构 安全生产专业技术队伍和监管部门 四方共同参与的 共防共管共保机制 覆盖到全市微化品企业 为更加深入地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新常态 苏州各地形成了一些创新做法 上午9点半 张家港保税区金港镇 京都社区的垃圾四分类收集房 已经关闭 一位老婆拎着几袋垃圾 想偷偷放到垃圾房边上 这一幕被监控平台这边的 网格员发现了 听到喊话 老婆自觉回到垃圾房 提着垃圾离开了 从去年10月开始 京都社区推行垃圾分类 居民每天在早晚两个时段 定点投放垃圾 可不自觉投放行为仍有发生 为此社区投放了一套 实时监控喊话系统 通过监控代替人工蹲守 自系统上线以来 已纠正相关问题100多起 可以减轻我们垃圾分类的人力的 一个使用 现在我们的准确投放率 要达到80%了 基本上住在这的居民 90%居民都能够做到分类投放 日前 昆山市印发生活垃圾分类 及减量工作引导激励办法 鼓励动员广大居民和单位 参与垃圾分类 对前20名的社区行政村进行表彰 当季度给予引导激励资金2万元 对于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 及减量工作 且成效显著的家庭 昆山市将受与生活垃圾分类 及减量工作阅读最美家庭 荣誉称号 给予纪念奖品 并优先推荐申报餐品 昆山市最美家庭 苏州范围之内是首创的 就是起到一个正面跟引导激励作用 五月琵琶黄之后 迎来的就是六月杨梅子 眼下苏州地产杨梅已经成熟 即将大提量上市 在金平十公寸的一处果园里 树上的杨梅有不少已经成熟 据了解 由于今年四五月份气温上升平稳 光照充足 雨水较少 西山杨梅比往年提前十天成熟 乌梅种已经开始零星采摘 预计本周末可以大量上市 浪荡子 吉东葵等晚熟品种 预计在六月十五号左右开采 七月上旬采摘基本结束 目前西山全岛杨梅栽培面积 7200多亩 预计总产量在3200吨左右 相比往年增长约三成 价格基本于去年持平 当家品种乌梅种 一般是20块钱左右 优质品种就是浪荡子的 在25至30左右 今年杨梅包装也进行了升级 使用抽真空全程冷链 最大限度的减少杨梅之间的碰撞破损 最快速度实现 树上到家门口的新鲜保障 江苏 浙江 上海以及安徽 经济圈这一带 整个国品基地量是流向在7%左右 今天即明天到 远一点的话我们是从航空路线 作为树山三宝之一的树山杨梅 近日也已经开始零星采摘 预计本月10号大量上市 整个我们今年的树山采量量 比较往年有所增加 大约预算在92万斤左右 品质要比较好 程度比较也更大 今天采量比较好 一开始来到低点来 肯定干 现在一开始了 还采一包来 就是一味的 随着杨梅的成熟 树山村已将迎来 一年一度的杨梅采摘体验季 这个星期基本上都已经定满了 然后都是过来要采采杨梅 然后吃吃饭农家乐 休闲玩一下 这个月的双休日 基本上我已经完成定满了 下面来看两条简讯 省人社厅日前出台通知 疫情防控一线技能人才 因表现突出 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的 可在原技能等级基础上 直接晋升上一等级 获得县级党委政府以上表彰的 以及获得技工 技大工奖励的技能人才 可打破学历 资历 工作年限等要求 直接申报上一等级考核 由于受到高空槽 和中低层切变线的影响 明天苏州又将迎来一次明显的 雷震雨天气过程 与两中党南部地区 局部可达大雨到暴雨 期间 伴有短时强降水 市民出门要带好雨具 好 今天的苏州新闻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